今天呢陪着朋友来到远方百货新衣A13 这里有着新开幕的一间店 五宝春自己做 建议来之前要先预约哦 他们做的种类其实蛮多样的 我选了焦糖落柜卷 店内的灯光非常明亮 环境也还蛮正洁的 看来就让人觉得很舒服 他们的冷冻怪分门蝎类 非常清楚 东西都蛮好找的 看到这里突然饿了是怎么回事 等你选完要做的点心后 我后面就会常理考的去洗手 记得指甲缝也要洗干净 不然点心会出现不得了的东西 你看 因为有口气无垫所以我想看怎么 回到位置上的时候东西已经够配好了 手心心抢下来做考虚 把点心让你神秘上去 可是根本没能够那么紧 记得到一见识语能扎过去 啊不是我乱说的 其实正是造成平板上的教学 允许相应的材料 平板上 每个步骤都写得很清楚 就算笨蛋如我 也一样看得懂 如果看不懂教学的话 旁边还有可爱的小姐姐可以问你 我不是什么教的 连图形也看不懂 朋友受不了跑来救我了 鲜鲜的我没事干 就先来拿肉桂奶油啦 拿去微波十秒钟 再操作简单的面板 想按错也很难 诶诶我是怎么回事呢 八分又只是到第三步骤 我终于要开始了 首先涂抹肉桂奶油 接着操作后 拿出你的太阳之手 开始卷它 卷完后平均分成四等份 记得奶油要涂抹均匀 不然就会像我一样 切完之后放进去 先喷洒一点水之后 再盖上保鲜膜 然后动作慢慢的 优雅的 哎呀摔到了 把面板放到烤箱里 这个步骤是发酵 静置24分钟 现在的我终于有充裕的时间 来去炒朋友 啊不是 是可以把下一阶段的产量 提前先拿好 朋友做的布里欧面包 也来到了最后的阶段 这里我稍微介绍一下 布里欧是法国的甜面包 也称为鞋垫面包 或是叫法国奶油面条 因为奶油使用的比例还蛮高的 特点是外酥内软 口感扎实 涂完蛋液放进去烤就可以了 接着我的肉桂卷也已经发酵好了 需要放置等待10分钟 在等待的期间 上下火转180度 让烤箱预热 发现好的肉桂卷变得好蓬 看起来好可爱 最后 放进烤箱烤19分钟 接着就可以做装饰的准备了 隔壁的面包也出炉了 烤得金黄酥脆 闻起来好香哦 我的肉桂卷也剩下最后三分钟 这段时间我开始准备装饰 盛了一点核桃 灯椒糖酱 呃怎么长这样 这里我也先介绍一下肉桂卷 肉桂卷起源自瑞典 是由发酵面包 肉桂 糖和奶油所构成 每年的食欲四号 甚至是瑞典的肉桂卷纪念日 最近在两年肉桂卷在台湾特别受欢迎 上次我到东区的肉桂市集活动 连挤都挤不进去 隔壁桌是选择做面包 那面包没转来转去 有一种调愈的感觉 材料也准备好了 接着就是等待肉桂运出炉 第一次做肉桂卷大成功 真的看起来好美哦 一上焦糖之后 再来也要撒着骨头就行了 完成哦 再来看不理由面包开箱了 开始包装了 我的肉桂卷只要放进盒子里就好 使用另外包装了 今天真的玩得很开心 也很有成就的 好了 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的话 欢迎追踪我的IG哦 喜欢我的话欢迎追踪我的IG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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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